-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經頻道,我們這集和大家看過大陸的案件,這個案件就講講大陸有個病人,他說自己周身病痛,而且還被醫生無事,醫生不理他,他提到自己忍受了十年痛苦, 最後他拿把刀衝入醫院,血洗醫院,這個案件就發生在中國浙江省溫寧市,在2013年10月25號,在溫寧市的第一人民醫院,好似平時那樣,人來人往,其中有一個叫黃雲傑的醫生再次見到那個令到他覺得好煩的病人,在這幾個月,這兩個人已經見了幾十次, 第二,一次又一次的檢查結果顯示,這個男人身體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堅持說自己有病,一直叫醫生跟他做手術,黃雲傑覺得非常之頭痛,他心想,大哥,你都無事,你放過我啦,全身都無病,無痛,更健康過我,怎麼跟你做手術啦? 當日早上,這個男人再次來到醫院,但是今次,他的表情跟以往非常之不同,走到進去某個科室之後,他把手伸進去袋子裡拿了把鎚仔出來,黃雲傑都未來得及問他什麼事,就被人毒打啦。 不出意外,醫院好快就傳來好大量的尖叫聲和警笛聲,在這次襲擊事件中,三個醫生受傷,其中一人被刺身亡,這個場面慘不倒很多市民圍觀啦。 但大家都猜不到,醫院竟然會發生一宗這樣的慘案,根據資料製造這宗慘案的男人,叫做蓮欣青,當時33歲,他犯事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2012年3月份,被鼻炎折磨了接近10年的蓮欣青,在溫寧市人民醫院做了鼻甲撤除手術,開刀的醫生叫蔡朝陽, 因為手術簡單,所以蓮欣青很快就可以出了手術室啦。 他本來以為今次之後是可以徹底擺脫鼻炎的,但過了沒多久,他覺得沒想像中那麼舒服。 咨詢醫生之後,醫生跟他講,這一個是你手術之後的正常反應,等到傷口完全遇合就可以啦。 蓮欣青是相信了醫生的說話,回家安心養傷,但猜不到時間過得越來, 個鼻就越是難受,而且頭部、胸部、咽喉等等地方都開始出現疼痛感。 這一種的痛苦是他忍不住的,然後他回到醫院要求醫生重新檢查再做多次手術。 而主刀醫生蔡朝陽就覺得好奇怪啦。 因為病人各項檢測指標都好正常,是不是心理作用呀?過兩天就會好回來。 蓮欣青就被醫生勸了回去繼續等啦。 幾日之後,他發現病症不單止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嚴重。 蓮欣青覺得現在這樣,他自己已經變成醫療事故。 但醫生就表示,這個不是醫療事故, 撤除鼻甲這種小手術是好常見、好普通的。 撤除鼻甲是一個什麼手術呢? 這個手術呢?是撤除整個或部分下鼻甲,令到鼻道回復腸痛。 這一種算是鼻的矯形手術來的。 而且是可以微創去做的。 即是說,這一個是一個比較小的手術來的。 是可以解決長期鼻塞的問題的。 而醫生方面為了說服蓮欣青, 就叫同事幫他做一個CT檢查。 也都找了同事黃雲傑幫手做協調。 在素描結果上來看,的確是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蔡醫生就拒絕了蓮欣青的要求, 也都沒有跟他開約。 他覺得自己的做法非常合理。 但蓮欣青就不是這樣看, 他覺得醫生這些動作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氣到他是找到醫院的領導告狀。 管理人員了解了事情經過後都很無奈, 因為CT來說大家都是學醫的都會看的。 那CT上面的而且確是沒有任何異常。 但考慮到病人的情緒非常之差, 醫院的領導是故意和他安排了一場專家會診。 看了檢查結果之後, 會診的專家都很疑惑。 你這個CT片都沒問題, 為何要召集那麼多人過來開會呢? 阻礙他們看其他症。 雖然醫生會診員說他沒問題, 這個結果蓮欣青是非常之不滿意。 他想來想去, 他都是覺得那個叫蔡朝陽的醫生在耍自己, 而那些所謂的專家肯定是提前打光龍通的, 一齊組團去殺自己。 而為了去調查這個醫院的欺詐行為, 他先後去了好多間不同的醫院做檢查, 但所有的醫生都表示沒有任何問題。 每一間醫院每一間診所的回復都是一樣, 令到蓮欣青氣急敗壞。 他心想我自己的鼻有沒有問題我自己不知嗎? 但無論去了幾多間醫院見了幾多個專家, 就是沒有醫生願意相信他。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覺得病症愈來愈嚴重, 整一通都無法入睡。 後來蓮欣青突發奇想, 用完紙筆的筆頭塞住一邊鼻孔, 結果神奇的事發生, 那個筆筒插了十秒鐘, 他又發覺自己好舒服, 一個筆筒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是 為何醫院解決不了他的病。 他想了幾日, 終於豁然開朗了。 他判定, CT4的科室醫生肯定是跟他拍了一套假的CT, 為了維護共同利益, 所有醫院都以這一套假的CT為準, 一次假就此次假, 這一個就是蓮欣青眼裏面的醫療黑幕。 而他覺得最直接的證據, 就是連他自己的名字和婚姻狀況都在上面被人搞錯了。 在之後幾個月裏面, 他不停去醫院要求給個公道他, 頂他不信的採朝陽醫生, 就將這件事劈給黃雲傑醫生, 叫他做協調。 無論黃雲傑重複結論幾多次, 兩個人的爭執就是未停過。 由於受到個鼻症狀的影響, 蓮欣青變得越來越暴躁, 一言不合就罵人, 就連他家人都好無奈。 總之醫院的檢查越正常, 蓮欣青的情緒就越反常, 父母同妹都理解他因為這一個鼻炎, 是折磨了他整十年。 他因為鼻炎, 經常被塞, 流鼻涕, 可以講得想生不如死, 有時候他們為了緩解哥哥的症狀, 吃飯的時候, 妹妹會偷偷地把安眠藥加進飯裏, 讓哥哥能夠睡覺好。 而為了舒緩手術之後的加重症狀, 蓮欣青經常在鼻塞原子筆筆筒, 最後家人覺得好無奈, 唯有送他去上海精神病院治療。 醫生認為蓮欣青是有妄想症, 除非心理上能夠成功開道, 如果不是只能夠靠食藥住院, 根本自表不自本。 對於家人的無理操作, 蓮欣青, 直接覺得被他們侮辱緊。 他說自己是個鼻有問題, 不是個腦有問題。 他覺得這班醫生全部一樣, 為了隱瞞自己的錯誤, 個個同流合污, 而他為了報復這班醫生, 假裝配合治療, 幾個月後好似恢復正常。 周圍的人都好開心, 但大家都猜不到, 他打算實行一個驚天大計, 出院後蓮欣青列了報復名單。 他作案當日第一個遭殃的就是黃雲傑醫生, 當時黃雲傑就不直接參與治療, 他只不過是幫手協調, 他好無辜, 竟然就這樣慘遭毒手。 當時蓮欣青用個腿向頭狠狠敲三下, 用力非常之大, 就連用來打人的徐仔的木柄都斷成兩折。 第一波襲擊發生之後, 黃雲傑本來想走, 後來被蓮欣青追上來, 連刺幾刀不單止這樣。 蓮欣青還阻止旁邊的人對傷者做救護, 現場其中醫生亦都這樣被人刺傷了, 帶著充滿血跡的空氣。 蓮欣青就去到蔡朝陽醫生的懇室門口, 幸好蔡醫生即時鎖住門, 才叫逃過一劫。 打不開門的蓮欣青就氣急敗壞去到一樓, 目標就是放射室CT4的林海勇, 一推門入去, 他向著一個醫生連刺三刀, 捅完之後才發現個醫生原來不是林海勇, 後來在保安與警員的共同努力之下, 這一個叫蓮欣青的兇手, 終於成功被制伏。 而這麼多個傷者入面, 黃雲傑醫生傷得最重, 最後搶救無效不幸去世這一年, 他才剛才45歲, 可以講得上前途無量, 但就因為蓮欣青, 他的人生已經就這樣拜拜了。 而黃雲傑遇害的第二日, 就是個女兒十八歲的生日, 他本來打算要送份禮物給個女兒, 但猜不到命運那麼殘酷。 去到2013年10月31號賓儀館, 為黃雲傑舉行了追悼會, 原本只能容納五百人的大堂入面, 就來了千幾個追悼者, 在人群中最傷心的就是個女兒, 他怎麼都猜不到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就是父親的死亡通知書。 除了家屬之外, 來追悼會的還有大批醫護人員, 他們不單為黃雲傑的死亡哭, 同樣也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哭。 為了成為一個合格的醫生, 他們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換來的就是擔心被這些兇徒殺死的恐懼。 連連恩青被捕之後, 警方搜尋了他家, 在牆上寫著兩個名字, 一個是黃雲傑, 一個是林可勇, 兩個名字旁邊都是有一個死字。 根據連恩青交代這兩行字, 是他在7月30號寫的, 他說那一日自己又去醫院, 叫醫生跟他看病, 但得到的答案和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還說他沒有病,做什麼手術。 而根據牆上印這兩個死字, 證明了他是蓄意謀殺。 在法庭上, 他一直都面無表情看著法官, 認罪但不認錯, 甚至乎覺得自己是一個合格, 是幫大家揭露了醫院的黑幕, 後來接受採訪時連恩青透露, 當時醫生會診結束之後, 他本來是充滿期待的, 他陷情默默捉住其中一位專家的手, 就求他一定要救自己。 但是這位專家就問了幾個非常之奇怪的問題, 就問他做什麼工作, 游不游泳, 結不結婚。 一聽到這些說話, 他覺得一頭霧水, 我現在叫你救我命啊, 你問我這些問題? 按照流程。 法庭上, 檢察官公佈多項證據, 包括診斷報告、 手術紀錄等等。 文件紀錄上, 各項費用符合標準, 無收貴他, 無收多他, 不是所謂的客幕。 面對這些鐵證, 連恩青的辯護律師, 就本來想由精神問題入手, 去爭取減刑。 但是想不到, 自己的好心就被豬隊友搞窩了, 連恩青是直接否認自己精神有問題。 而第三方的鑑定結果顯示, 連恩青患有疑病症, 在作案時他意識非常清醒, 他是知道自己行為會帶來什麼後果, 好快。 浙江省中級法院認定疑犯行為, 構成故意殺人罪, 情節特別嚴重, 適用死刑, 連恩青不服氣, 於是提出上訴。 去到2014年4月, 浙江省高級法院召開二審, 維持原判, 直到這波醫療鬥發, 就以一個悲劇結局去完結。 執行死刑之前, 央視記者亦特意有訪問連恩青, 整個採訪裏面, 他表現得非常冷靜, 他講得最多, 強調得最多的, 就是醫院存在黑木, 他說自己之所以這樣做, 就是要幫那些相同遭遇的人, 讓他們得到應有的重視。 而他的告別信裏面寫了幾句說話, 他說到死刑不單止可以解決他避的問題, 解決這麼多年來難以忍受的折磨, 亦都是可以洗察到他身上的恥辱, 掛在最好的方式, 死刑無可畏懼, 除了藐視, 只有期待和榮耀, 但是他這封這樣的信, 令到他家人很痛心很無奈, 殺人這種行為肯定就不對了, 何況他這種激進行為? 後來南方周末記者發現, 在與被有關的社交媒體社群裏面, 與連恩青做過相同手術的很多網友, 即是撤除被夾後的人, 有九成都有高度相似的後遺症, 有一個叫張瑞的年輕女, 亦都是受鼻炎困擾, 經常流鼻涕, 呼吸不順, 打嗑痴好厲害, 這些都是家常變化, 他2016年找到某一間醫院做了一系列治療鼻炎的小手術, 本來以為能擺脫鼻炎, 但是引發精神問題, 最後跳樓自行了斷, 最令人唏噓的就是他治療鼻炎的目的本來, 就是想用更加好的狀態, 同認識了六年的男朋友結婚, 怎知就是這樣一跳, 跳了落地獄了。 對於連恩青手術之後的症狀, 好多網友就跟他起了一個外號叫空鼻症, Ens就是說被炎患者做了撤除鼻甲手術之後, 所出現的身體異常, 但是醫學檢查來看, 一切都是正常, 醫學界對空鼻症的研究都很模糊, 大家都認為這一個是精神病, 如果剛巧遇到連恩青這種比較偏激的人, 就好容易發生醫療慘案。 而南方周末記者亦都發現, 好多醫院都有創修盈利指標這一個潛規則, 就變成好多醫生都是想要做手術, 哄病人做手術令到自己達到指標, 一種情況好大機會就會變成過度醫療。 而當時治療鼻炎的普遍辦法就是撤除鼻甲。 這種手術低風險, 好多中小醫院都能夠做, 就自然成為醫院重要的營修渠道之一。 而在連恩青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好多醫院都叫停了這一個手術, 但是由於涉及龐大的利益和醫學形象, 幾乎整個醫學界對於這一個空鼻症是秘而不談。 而連恩青的妹妹告訴記者, 她有個哥哥曾經多次和自己抱怨過, 在看醫生過程中醫生很冷漠, 甚至醫生不願意聽病人講自己的病情。 其實對這班醫生來說, 他們當然希望能夠在最短時間 了解到患者的需求和將意見反饋給患者。 所以大部份時間, 這一批醫生未必是冷漠, 而是不願意重複相同的內容。 好似連恩青那樣, 她看完CT沒事的, 但是來來回回全部都是問一樣的事, 最終就形成了這一種這樣的悉劇。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再次